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Issovia對上不列電的一個對決 那這場地圖一樣是阿拉伯 那看一下Issovia的位置是在C點鐘方向 那來看一下不列電的位置是在 唉唷這個位置很尷尬 大約是在3點鐘方向 兩邊的位置都是相當短的一個距離 非常非常近 打快關應該是會打出個奇效的 好我們稍微來講解一下文明 Issovia是攻兵文明 攻擊速度提升10% 升級下個時代史黃金加100 15加100 重裝長兵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他打抵擋騎士的話也是蠻有一套的 免費的重裝長兵給的效果是蠻好的 尤其在城堡出席 手騎士的效果是很好的 好再來看一下其他能力 黃鼠血脈可以增加訓練 彎道勇士的升級速度 再來就是這個 扭力彈射器 這個也算是蠻少點的 單挑上要點這個算是蠻有潛收會點的 但是通常大部分都是不會點的 那團戰的話這個一定是會點的 團戰點這個然後再出投石車 投石車 效果就會非常好的 好那來看一下 對他除了出投石車 火怕也是蠻好的 所以一種VR打後期的話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工兵射得快 然後又免費的長槍 然後 封城系也是蠻不錯強的 好上來看一下 不列典的能力 不列典應該大家是守能詳 因為他算是一個老文明了 而且還是很好用 不列典他是從城堡五時代開始 承認東西木材減50% 那不工兵 在城堡時代的射程是加1 再加2 帝王會再加1 所以總是加2 所以到帝王時代是12射程 常攻兵 那木杖人提升數字是25% 那代表說他前期吃氧速度夠快 打黑暗棒棒 然後封建宗教塔 也算是一個可以選擇的一個文明 再來就是他的義勇啟命 復攻射程加1 然後劍塔攻擊加2 這個能力超好的 那通常不會為了去點這個 然後再去點劍塔 通常都是為了步兵去點這個科技 劍塔也是可以升 但是就是效果可能會沒那麼好 通常還是要蓋城堡 因為把石頭花在城堡上 出常攻兵可能會更好一點 或是守金礦一些地區 相對來說比較划算一點 再來就是戰狼號 戰狼號巨型投石機 可以造成爆炸傷害 就是他的100%定點打擊 就是我們打互相遠投手打手 有時候會亂投嘛 跑到旁邊去可能就會miss 但你只要點了戰狼號之後呢 就是100%打到對方 所以算是一個可以選擇點的一個東西 而且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可以直接當成不列顛的火炮用 因為不列顛他是沒有火炮的 火炮不能用 這樣也沒有遊俠跟大陸馬 但值得一看是他的馬 雖然沒有血統 但是他有耕種技術 這不是耕種技術 這個是什麼 欸 就是跑術喔 有跑術 然後有攻防 所以他三級防三級攻多滿了 所以他也是可以打肉馬的 再來就是打進勇也可以 戳戳也是全滿 攻兵也是全滿的 戰狼也是全滿的 戰狼也是全滿的 雖然他這邊攻兵沒有拇指環 如果有拇指環就可能太強了 因為殘攻兵會射太壞 但是他的彈道學跟化學都也是有的 所以就是說 他的一個科技線其實算蠻全面的 除了火炮沒有一個稍微小小的遺憾以外 現在不列顛來說算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攻兵文明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做選擇吧 兩邊都應該是選擇 唉唷 這邊才剛說完 就要出棒棒了 好 兩邊都是打算要出十九春嗎 但是這邊看起來是要黑跳城 嗎 感覺是要黑跳城喔 有要挖金 好沒有挖金的話應該是要點織布 點織布就要來上城堡時代 好吧上封建時代 可惡可惡 糾正一下 好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打呢 好這邊稍微卡一下人口 然後還沒有黃金可以生織布 完蛋 這個不列顛有點小小失誤啊 這個織布上慢了 好這邊肉肉棒棒過來 看他這邊 準備要來伐木 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呢 喔看到對手 哇 直接卡了進去 好尷尬 哇這個肉馬 直接被對手 鎖死在裡面 你手VR這邊一定覺得 想打一個十一吧 這叫做自陀螺王嗎 好尷尬 哇結果這才知棒棒 什麼都沒能打到 然後肉馬還被關起來 好慘 那基本上應該是 不會被騷擾到了 這邊 哇果樹也是守得非常好 都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一個手法 這邊下了均勻 準備要來下射箭場了 那不列顛這邊 也順利按下了封建時代 那應該不是黑跳城了 這邊要黑跳城 似乎有點困難了 好棒棒一直想要找一個東西打 但是你沒機會 唉唷這邊居然不是下射箭場 一手VR居然是打肉馬 好黃金這邊 沒有選擇 這隻肉馬居然被這裡的村民 我又死掉了 這隻是打肉馬 那騷擾的話 會非常快速喔 這邊不列顏是選擇雙射箭場 要來爆小弓 這邊棒棒沒有操縫好 直接送光了 好這裡要挖金 看來是要下射箭場 還是要出小弓 應該是不是該這裡 OK 這邊有下個射箭場 好看一下這邊肉馬 能不能打多點東西 好香女褲奶都被 守得差不多了 而且這邊還有長槍兵在守 兩邊應該就是 先農一波 弓兵出來 才會再繼續打 冰光場下完之後 升一弓 應該才會往前喔 不然這邊 往前的話 風險太高了 沒有攻擊力 好來看一下 一手VR這邊選擇是 繼續包肉馬 然後選擇是 戰毛防守 一手VR 封建不打 弓兵是有點可惜 但這邊要爆弓兵 似乎有點太慢了 選擇要爆炸嗎 唉唷 這邊直接走進去 你 喔唷 唉唷 這邊是不是食物啊 哇哇 有點 有點傷 死了一隻小弓 這邊 果樹有點危險 趕快堵起來 唉唷 這邊有個洞 能補嗎 唉唷好完美 能補的時間 剛剛好 唉唷 這兩邊看起來是沒機會了 而且這裡有一隻 弓兵也被戰毛收掉了 像弓兵剩三隻 前線要不要再回去補一下呢 應該是要回家了 好 稍微再加速一下 好 這邊應該是要上衝 唉唷 這邊一個村民被抓掉了 那第二個村民又被抓掉了 那這邊狗兵的反應四五點賣 搞完電梯是要防守嗎 這個村民是被抓掉了 唉唷 兩 連續被抓掉 村民喔 兩村就這樣子 沒了 村民是目前落後四村 你所必啊 這邊 防守還是好一點 進攻也算不錯 那不列典這邊 似乎 沒有站到任何平 反正是有點 稍微 被打壓的感覺 而且這邊細節的部分是 一所必啊 這邊已經上了城堡時代了 但是不列典這邊 肉完全不走 津津也有點失衡了 那肉的田 居然只有十二片田 看起來是要蓋世紀買上城堡 好 直接把所有的黃金花掉 換成買入食物 好 然後疊一下城堡時代 OK 那他這個選擇就完全正確了 那這樣時代應該就不會落後太多 但是這邊 選擇轉出戰卯 那順帶一提示 戰卯兵是不吃不列典的城堡時代的 工兵加一射程跟帝王加一射程的能力 所以他這邊出戰卯的話 就沒辦法享受到 城堡給的加一射程的工兵優惠喔 那這邊工兵 戰卯應該是不會出太多 應該只會先出個防守防守的 那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 來挖石頭來出場工兵喔 那兩邊都是工兵文明 一個是射得最快的工兵文明 一個是射得最遠的工兵文明 那今天也是一個 矛盾大對決的一個系列 這邊交戰 正面這邊戰卯數量非常多 不列典的工兵被收掉一些 哇這邊直接變身變戰卯兵 直接開頭 硬點工兵 哇這邊卡彈 呵 想射卻射不出去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嗎 完蛋 本來可以再多殺一隻工兵的 結果被溜走了 那這邊不列典是選擇出戰卯了 戰卯看來是要一直出到底了 沒有打算要出工兵 那不出工兵的情況的話 很有可能會出長工兵喔 因為工兵一開始量炫不起來的話 很有可能 全呆子 要爆的就是長工兵啦 要爆弩兵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比較 會晚一點 因為前面這邊看到對手 狂爆戰馬 連戳戳外面看到的也是 對手都只出戰馬 那這邊出工兵的話 似乎有點困難 讓又非常大才可以來 嚇阻這邊的戰馬兵喔 才可以使用一些奴兵的射程來換 但是有點困難 這邊出戰馬的防甩 也是比較好一點 喔這邊蠻早點一下 墊到血的 看來是要打一個強攻交換嗎 來看一下這邊 會不會打出一個破口呢 應該不會直接走進去吧 好這邊想要嘗試來搜一些村民 唉唷這邊還搜到一村 目前村民宿差距是五村 這也是伊索比亞雙TC打 五連點單TC 伊索比亞轉出了 頭子差 唉唷這邊搜掉四村 五村 六村 七村 八村 哇 這個戰馬的架子連城 直接搜到八村 然後秀一下 修到這個頭子車 我們再秀一下 哇 萬村修頭車 啊 直接頭到 哇 直接滑鬥 直接一堆人不該 九村了 九村 十村 十一村 唉唷這個頭子車頭到 十一村 再三村嗎 看來是要來拆這個頭子車了 好貼近 然後那個射程 最近距離頭到就沒事了 直接淨丟 哇 唉唷死了一堆 但是這邊 賺的蠻多了喔 這些戰馬兵殺了十一村 OK 伊索比亞這邊經濟打擊相當大 沒想到這個不列天 逆向思考 直接出了一堆戰馬 丟爆了一堆村民啊 唉這邊選擇果然是挖石頭 那石頭還會在前面 這個可能會有點難挖 看一下他後面還有沒有石頭 應該是沒有了 他那個石頭應該就是他的副石 還是他的祖石呢 嗯其他都是野石 要出去挖也是可以的 好 那他的石頭確定上就是 一個這個會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這邊插個寶 這個石頭才會比較好挖一點 但這個寶又離對手家太近 所以要不要插這裡也是個問題 我覺得還要插這個地方吧 更安全一點 雖然沒有搞地 但是至少距離上 比較不會太大的壓力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已經選擇出 生旅 要來撿遺跡 哇這邊戰馬又再次走了進來 走走走走跟戰馬又再去解 到處的毛兵騷擾 噢 噢 伯烈點這邊騷擾這箱到位 但是分數卻是落後的 目前伊索比亞村民落後七春 伯烈點這邊是領先七春 但是分數還是很低喔 那一波戰馬被你死掉 給伯烈點的分數扣太多了 好在這邊的話 也要不要出點頭石車來反擊呢 唉唷 這邊光臨七隻套索已經按下去了 好這兩隻戰馬 似乎做到事情有點多的樣子 噢這個老頭才能被射死 還好趕快躲TC 好對面被射死一村 唉唷 還行 頭車準備要出來了 就來看怎麼打 好頭車出來了 看起來 兩邊都在農而已喔 沒有要做一個 激烈碰撞的一個想法 好伊索比亞這邊 轉出了一些騎士 然後上二級馬卡 不那天 德士轉出了4TC 真的是要熱血堪榮 看頭車開來 這啥建築物 想要做一個強攻 看這邊趕快再圍上房子 給生旅 修造院居然蓋了 唉唷這個頭車在幹嘛 唉唷頭車想要硬砸 結果對方頭子車居然也沒看到 這兩邊有點 呃 好下面有一鍋騎士 但這邊有個山寶已經蓋好了 這塊金可以穩穩的挖 騎士的量好像有點多喔 六隻騎士 好轉出了一些長弓兵 要來秀一下嗎 長弓兵開射 家裡沒有城堡 趕快蓋 哇趕快 萬人蓋寶 完蛋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這毛兵無情走進來 家裡直接BBQ 4TC果然太偷啦 唉呀這個畫面好慘阿 偷是要來偷聰明人 哇 哇 偷了哇三村左右 但是這邊4TC 聰明慘的數量真的太多了 聰明數據還領先10村阿 哇不列典真的是 農到好不手軟阿 然後家裡蓋我的城堡之後 應該就不會被燒惱的那麼慘了 應該是守得住的一個狀態 那目前是兩城堡 都在產長弓兵 唉唷這把不錯看了 看來是有料喔 好在這邊 不列典率先點下帝王時代 雖然剛剛家裡被BBQ了一下 但似乎沒有傷到太大的經濟 經濟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還有30片田 木材也蠻夠的 木材也是要留一些 待會要點一下銀罐 好這邊果然點一下銀罐了 銀罐就是我們的布兵 射程加一的能力 唉唷 結果伊索比亞 反倒是蓋了這個高地的位置 要來挖 不列典的石頭 但不列典這邊也看到這邊有石頭 趕快來挖這邊的野石 但他的副石是在這裡 好那伊索比亞等下帝王時代 好 三級射也準備好了 待會我們就來看長弓兵開秀囉 17隻長弓兵 看能不能做到一點什麼事情呢 這邊走出來看到他想挖石 要不要射一下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哇是很準 直接收掉山村 但是這個城堡射程真的太遠了 直接換掉了一隻戰謀 哇這邊很大量的騎士跟戰謀過來 但是看到城堡 你還要繼續打嗎 趕快收村 哇沒想到他想要繞過來 但沒想到左邊這個地方還有城堡 地圖大家開始在慢慢往其他地方過了 城堡也一直在蓋 好每個地方高地都用城堡防守一下 避免被溜村進來 這邊就有伊索比亞的正面部隊 戰謀 大量戰謀做防守 但我覺得伊索比亞這邊 繼續出戰謀有比較好嗎 兵射程來說 相差十萬八千流 戰謀兵的射程是七 雖然遠防高了一點 但是明顯的射數不足 那常攻兵這邊是五加六 精銳的話會再加一 可能就是六加六 十二射程 整整 差了五射程 好這邊啊已經點一下精銳了 這邊經濟調配非常好 兽四四肉 然後三十一木 這邊出遠頭 然後升級都不會太卡 在這邊 只差化學沒點了 化學再點上去就完美了 目前射程是六加六十二的射程 好遠頭開始打這個城堡 給出伊索比亞這邊相當大的壓Z 好那 布列典點下的話 學伊索比亞點下的衝動車跟三級遠防 哇這伊索比亞第一次打這種被動的 喔這邊是打上出大量工程器嗎 同時車開丟 那如果他出同時車的話 那伊索比亞這邊操作就很好喔 布列典這邊很有可能會一直 用這個射程 喔一直換頭石車 這可能性是有的 但這邊好像是要出充車 而不是頭石車欸 好像頭石車來吸傷害 然後用戰毛硬點嗎 這個想法似乎 有點 想太美好了嗎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這似乎 能不能 能做到一個好的打結 欸這些騎士是在 痾 這個堅守崗位 我就不會動 好那這邊三台遠頭 想要拆這個城堡 能拆到點東西呢 三台遠頭應該是沒問題喔 帝王三遠頭 村民開始射 哇果然修到沒石頭了 想要修也修不了 要來買石頭繼續修嗎 喔買了石頭繼續修了 衝車要衝過來了 哇這邊是一手標的大衝車 重型衝車要過來了 不得點馬上蓋上城牆 這個城門要來擋一下這個衝車 來解 巨頭的一個攻勢 哎呀這邊的戰狼直接走 欸過來 但城門非常的硬 另外一個城門可能 撐不住 哇但是對面城堡已經倒了 衝車要 要撞到這個巨型同時 居然要幫他控一下 哇似乎他沒注意到已經打完了 哇這個直接擺給 直接想砸對面的戰狼 哇直接被衝車給衝幹了 喔這邊不得點選擇出了炸藥桶 看是要來炸這個衝車囉 哇這邊戰狼一直在點 哇這個 爆炸桶出來炸一下 沒炸到的感覺 突然放了一下煙火 不得點長弓兵一直在 唉唷這個炸到了 Nice 這邊村民過來想要硬拆 唉唷這又炸到了 唉唷沒想到 炸號桶炸到這個衝車 效果還蠻好的 不得點長弓又是出來了 哇靠為什麼這裡長弓這麼多 58隻 哇直接移對啦 哇那他這一把是長弓按到底的 那不列天這邊長弓按到底之後選擇要轉肉馬 開一聲清起兵跟二級馬卡跟二級近戰攻擊 這邊有一圖奴兵殺了蠻多村民的 那這邊有清起兵的話 這邊戰馬就很好打了 好那這邊伊索比亞果然是臉下的強弓 想來打一個奴兵正面了 來看看兩大公國 到底是誰的弓兵比較厲害 這個是二人 真的很遠 好家裡這個騎士這種動作 終於要進來騷擾 但是似乎沒似乎 沒有意識到旁邊有很多臭民在種田 好肉馬走了出來想要來砍這些的戰毛兵 應該是沒問題喔 但是有一些奴兵在 所以戰毛 好像也死光了欸 哇 怎麼突然GG了 他可能意識到這麼多長弓兵已經解不掉了 畢竟這邊奴兵續的量實在太慢了 而且射程也不及長弓兵 長弓兵射程12 強奴兵射程只有8 射程直接少4 但是射速是以他18%甚至更多的 但是能 但是打不到長弓兵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而且這邊長弓兵量多到已經可以集火來拆衝車了 哇這個不列典的策略也算是不錯 直接爆一大堆長弓 不給你機會 後面轉些馬來拆用東西 這個想法非常非常好 對付宮古的話 我覺得這樣打非常OK 前面用戰毛頂一下 帝王直接出長弓兵 我覺得這個玩不列典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位玩家的打法 還不錯欸 然後如果遠投在對的時候 拉己村然後去前面蓋城門 防止被沖車頂 頂穿巨型投石機 這些細節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就是蠻值得參考的 好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不列典全部完勝 但是KD值 一手表這裡還算是不錯的喔 雖然射程輸一大截 但是也是努力換掉了很多的單位 130單位有換掉 應該有一半都是那個戰毛兵 前期那個戰毛兵 是蠻多的 好那帝王時代 是有領先的 領先三分鐘左右 這段時間 續的長弓兵的量 就真的蠻多的 那村民術是一模一樣欸 126村 很神奇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